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8日 星期一 市就受到美股上個星期五進一步 明顯做好 所刺激 今早都是高開先的 先看指數 恒指早市先高開95點 去到25425點 在這一分鐘 相對今個月11日的高位 25437 只是相差是12點 而且技術上也是首度從月條50天的平均移動線 不知形態上在那一刻稍微有苗頭 不過成交金額就不配入 買盤明顯是卻暴 加上零稅的沽額又再漸漸湧現 結果市在高台開始又會反覆 直至下午3點左右 指數已經一度回順到25123點 相對上個星期五來說 跌了207點 市高台有少少反覆 但暫時在技術上來看 問題都不是那麼大 沒有跌穿25,000便可以 而更重要的就是 仍然走在10和20天線樓上 10天線現在已經升到24,707點 20天線亦在24,604點左右 很簡單 指數只要一路穩守在10和20天線樓上 即是代表整個反彈的勢頭 暫時來說都未有改變 至於能否再向上找今個月的新高 或者更加高的指數 就要看看成交金額是否配入 今天的動力 真是有少少不足 上個星期五 市曾經一度 一直推上去 最後收在25,330 大家記得 但當日的成交金額 1796億 是今個月的新高 唯獨是今天的成交金額 就縮下來了 到3點左右 只有1,000億 這樣的成交金額 市很難推上去 我們現在說的市 不是23,600 推上去24,400 亦不是24,300 推上去24,800 已經是25,18點的指數 你再向上走的話 事必一定會挑戰50篇線 甚至會突破今個月的高位 試想下 主要的成分股不升 指數怎會升 而主要的成分股的上升 是要靠資金去推動 今天看到 所有的主要的成分股 的步伐都是比較反覆 所以整個市場的氣氛 是有少少漏漏漏的 這點大家要留意 不過 對一些比較短線的投資者來說 可以這樣說 只要指數一直在10、20篇線上 技術上少少反覆 問題不大 但當指數在反覆當中 一旦觸及跌穿10、20篇線 情況就完全不同 那一下就不要急 不要用 因為整個反彈市 如果真是指數 一直都在10、20篇線樓上 勢頭仍然有利 進一步向上攀升 亦有機會進一步上升 但一旦跌穿了 情況就完全不同 大家記得 9月21日 恆大有一批境外美元債息要付 金額是8353萬美元 當時就沒得付 結果有30日的寬限期 好了 去到今個月21日 即是這個星期四 寬限期到了 能不能夠 在寬限期前 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自為關鍵 如果恆大在21日前 不能夠支付8353萬美元 境外的債息 事作是違約 一旦違約 其實情況就比較麻煩 牽連亦比較廣 難怪市場的 看法是比較保守 還有 有少少是卻步 怎樣也好 我們現在在紀律上 在看兩件事 第一 市場怎樣反覆也好 先在看指數 能不能夠繼續 穩守12、10篇線樓上 這是最基本的 好了 任何部署 你想炒短線 沒有問題 又要看成交監測 是否配合 如果成交監測持續 還是萎縮在1000億左右的水平 老實說 寧願觀望就算數了 無謂在25,000元 摸下去 一會不對版 找幾百點來輸 也無謂 暫時的看法 我覺得 略大保守 是沒有問題的 大家 今天是 10月18 星期一 股市 今天是有一點點的反覆的 受到美股 上個星期五 在進一步做好 所刺激 港股 今早先高開 95點 到25,425點 這個也是 今天暫時的高位 25,425點 在這分鐘 相對 這個月的高位 25,437點 相差只是12點而已 也可以這樣說 其實也輕輕的 遮破了 50天線 可是沒有辦法 再進一步推進 因為買盤 真的不太足夠 而且估壓又在 一點一點的出現 結果 整個 交易 股市 都是在反反覆覆 這樣子 到下午 3點左右水平 指數已經 曾經一度低減 25,123點 相對上個星期五來說 是回調 207點 從走勢方面來看 股市 的確是有一點點 高開而反覆 可是暫時問題 應該是不會太大 因為直到目前 這分鐘為止 指數還是穩守在 25,000點以上 那等於說 還是穩守在 10天跟20天線以上 10天線 現在大概在 24,707點 20天線大概在 24,604點 也可以這樣子看 一天恆生指數還是 穩守在 10跟20天線以上 等於說 整個反彈的 走勢 暫時還沒有改變 不過當然 從 成交方面來看 我覺得那個 動力就不足夠了 像 今天到下午 3點左右水平 總的成交 就 1000億左右 那等於說 跟上個星期五來說 這個動力方面 已經明顯的不太足夠了 現在我們看的股市是 25,000點左右水平 再往上看 一定是50天線 也可以說是 25,500左右水平 那要是說 沒有足夠的動力 推上去的話 股市是很難 做一個明顯的上升的 好了 10月份 但線下交易天不多了 不算今天在內 就9個交易天 到下個星期 這個月的 旗子結算 跟旗子轉窗的活動 將會越來越明顯 那等於說 這個星期 也是 做好的 希望把股市 再進一步推進去 其實來說 這幾天就要開始 做一點布局了 問題在哪裡 就是這個 星期四 10月21號 大家應該記得 9月21號 恒大有一批 境外的 美元的 債券的利息 要付的 大概是 8,353萬美元 當期是沒有付 結果就有 30天的時間 給他去想辦法 好了 到10月21號 30天已經到了 要是不能夠 付這個利息的話 等於說 就回 這個對 恒大 對整個內房 那個 性態方面的影響 還是會比較明顯的 所以 暫時 市場人士還是觀望 看看情況 看看那個事情 到底是怎麼樣 去解決 那我們不管是怎麼樣 反正 從技術上來看 指數 要是還是能夠 穩守在10跟20天上以上的 等於說 整個 從5號 低位 23681點的反彈 暫時還沒有改變 不過我要說明 就算是股市 能夠進一步往上退 也只是 很小的幅度而已 從那個 這個月的低位 開始的那個 算升 到目前為止 只是一個 技術上的反彈而已 並不是一個 新的 聲浪的開始 所以 在25000年左右水平 再做一個 短線的布局的話 那風險就會 比較大的 不管是怎麼樣 你希望賺它 3到5%的話 你要承擔 3到5%的風險 短線 就是短線 千萬不要抱著 一個心態 快一點點 我放在一邊 看看秦鋒怎麼樣 千萬不要抱著這個心態 當然 買一點點就沒問題 不少投資者 覺得 股市在25000年很大的支持 就多買一點了 結果 一虧的時候 捨不得賣 到最後 當然是 虧損一定是比自己 股息會大的 這個大家要小心一點點 好啦 下午分析就說到這裡 有沒有什麼過程 真的 你知道嗎 他們沒有 看看 你 有意思 我 你 我 你 有意思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